第一個就是它有一個很跨越式的成長 因為晶片的製造流程 第一個要有一個EDA的設計軟體 布線軟體 這個軟體才能夠設計出晶片 設計出晶片才有辦法投入製造 然後這個軟體華為自己寫出來 美國說不准賣這個軟體給中國 以前賣的都是很粗糙早期的軟體 那個什麼差不多28奈米的等等 所以華為竟然自己發展出 沒有人知道它的軟體可以寫到多少奈米數 但是評估應該在5奈米沒有問題 因為5奈米的到時候寫出7奈米的是很正常的 然後再來就是 晶片的軟體自己寫 晶片的設計自己設計 晶片設計對華為來講不是問題 為什麼不是問題 因為他以前 這個 前一款叫做麒麟9000 這一款叫麒麟9000S 然後麒麟9000事實上是由台積電代工的 那台積電代工是用5奈米的技術幫他代工的 那在那個當時的時候 他就有找別人幫他用EDA 去設計出他的軟體 晶片的這個陷入圖 所以 那一代是台積電幫他代工 是有到達這個 5奈米 5奈米的水準 7奈米到5奈米的水準 然後這一款他完全自己做的 那經過這樣設計 然後證明是有 7奈米的水平 那7奈米的水平接下來的製造的工藝就是一個問題 那製造的工藝他沒有這個EUV的光刻機 台積電有 然後中芯沒有 他找中芯幫他做 那找中芯幫他做的話 中芯用所謂的N加2 就是用舊勇的技術 重複曝光多次 然後來達成同樣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 因為以這個 中芯很早就傳人說他有 7奈米的能耐 理論上絕對是可行 用10奈米因為 這個 DUV的頂級款的可以做到10奈米 那 甚至28奈米 20大麥你重複曝一次就14奈米 再來再一次就7奈米 好 所以他如果用 很熟練的28奈米的曝光一次 14再曝光一次就是7 那這樣的一個 N加2就曝光兩次的一個技術 到達7奈米 那我們不曉得量率多少 那如果是以 已經能夠商業化來推大 量率應該有到7成以上 要不然的話不划算 不划算 所以對這樣的一個製造工藝表示說 中芯半導體也有手突破 以前中芯半導體在 梁孟松去之前 是2266 那後來是一直在改進當中 那證明這一次 他不管用什麼方法 他用舊有的機台 能夠做出7奈米 因為以這個手機的 這個 這麼低的容量 如果你那個路線 線路圖沒有把它縮小到 這個差不多10奈米以下的話 那他整體的體積就變得很龐大 縮小到一定程度 那另外的這是他的 CPU的部分 CPU 手機CPU 這是709000S 那GPU的方式 部分應該有同樣的情形 所以從晶片的軟體設計製造 有了很明顯的突破的一個架構 再加上他現在不太清楚 他的佈局是用 安模的還是用RISC-5的 他一直都還沒宣佈 那這個東西是從測試上看不出來的 你把它拆開也看不出來 他現在不是都被拆 已經分解 拆解 這裡也拆 那裡也拆 大家覺得 因為那個是設計架構 就是說 我這個GPU跟CPU之間的關係 然後 我跟其他的什麼攝影機啊 什麼東西的關係 是用什麼系統連線起來的 是用安模的啊 還是用RISC-5的啊 那 因為他是一個軟體教過 你硬體看不出來 你怎麼拆 這東拆西拆把它拆成 8塊10塊都看不出來 他看不出來 他到底怎麼做出來是看不出來 只是知道說 他是這個是自己的 這個是自己的 對對對 沒有用美國的 沒有用哪裡的 沒有用存貨 沒有用什麼 因為每個晶片上面都會打公司的編號 比如你的鏡頭是誰的 你的音響是誰的 這個很細膩 你的架構 當然這一款有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我是覺得央視的態度很好 央視講是說 意思是要低調一點 央視有這麼一個呼籲 所以離西方還有五年 大家不要高興那麼早 技術還有落後五年 那 其實就是 設備的問題 已經不是技術問題 設備問題 因為在大陸現在還沒辦法自己做 高等級的光刻機 那高等級光刻機 原理大家都知道啊 他沒有秘密啊 可是你就做不出來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 有待努力的一個產業啊 所以大陸是不是搞了一個大基金嗎 要專門做設備 做設備 那也要手托 適當的人 蔣經國是運氣好 拖到了張周摩 所以還可以弄出台積電 如果拖到了潮興城 怎麼做黑熊學院 這個水平差很多了 不過美國現在應該是蠻頭痛的 就是說蠻丟臉的 就是說我卡你卡這麼久 結果華為你居然就給我復活 滿血復活了 所以呢 蘇利文在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要說我要繼續調查 他到底用什麼這個晶片 這個晶片有沒有什麼其他 還是用到我們的技術等等 他說還要進一步的調查 那調查啊 蘇利文也不是畫面的專家 找別人調查啊 不過下令卡脖子的是他們啊 是啊 不是 這個卡脖子 用一個 國家的力量來打壓一個企業 這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是一個dirty very dirty的一個工作 因為勝之不武嘛 你用所謂的國家安全的理由 根本就是謊言 側頭側尾的Liar 所以蘇利文應該改成 叫做Liar Sullivan 哎呀 然後雷文都 應該改名叫Liar 雷文都 都是收謊者 Liar Biden 為什麼叫收謊 這個國家安全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他說哎呀怕這個什麼 技術被流去做軍事武器 你當人家白癡啊 請問你是俄羅斯軍事武器那麼強 他有沒有晶片工業 沒有啊 他用的是128的啊 對這個軍工武器不需要用到2奈米 3奈米 對啊不需要 因為大家不要以量3奈米5奈米 就比較好 其實不是 3奈米5奈米啊 是我們這種 像兒子女兒整天戴在身邊啊 戴在身邊 體積很小 然後好攜帶 都是秀名名啊對不對 哎呀 小孩不見了還不在注意 我的手機不見了還找了對不對 每個人都做毛病啊 但軍用武器是在戰場上啊 有在搖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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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什麼 那個一發射出去就不會要回來的對不對 不像我們手機找不到 還要趕快找對不對 所以他的功能很單純 而且那個 飛彈啊 炸彈啊 智慧型的炸彈啊 滑翔炸彈 他體積都很大啊 那你128奈米有什麼問題啦 對不對沒有問題啊 再來第二個更經典的 他的功能不要說 哎呀 我還要怎麼樣什麼什麼 照相什麼 功能很單純 沒有手機功能這麼多 我們是一機都用啊 他不是他每一種武器就是一種 幾種功能而已啊 那還有更重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如果說的太小 他的散熱是一個問題 而且 容易損壞 然後他那個整天在那個太陽曬對不對 大雨林對不對 還有天氣能 對他都要能夠用的武器啊 那都很粗啊 那他要強調一點 不容易壞 粗用得好 對不容易壞的時候啊 奈米數就要高 容易維修 那再來就是說 那種武器有個特點 那體積那麼大 隨便散一塊 整個佔的面積就不大啊 就像汽車不需要用到 無奈米一樣的道理啊 你汽車不可能收 收得很小啊 要人做的嘛 要人先能縮小才要縮小汽車好嗎 對啊 那是另外一個科技等級啊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啦 所以我是覺得 跟國家安全做軍用武器 這個是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 他說 哎呀這個 這晶片高通不可以賣給你啊 飛檔不能賣給你啊 怕你把晶片拿去做 這個什麼武器來使用 請問你一下 蘋果手機你不是整天賣到大陸去嗎 他就拆你手機晶片好了 對啊 最貴的是晶片啊 對不對 鏡頭啊 對不對 你賣動不動幾千萬支 蘋果手機 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收入 在中國啊 那你中國手機拆一拆 舊手機拆一拆 就會當武器 這不是 矛盾嗎 要嘛 就蘋果手機不准賣到中國大陸去 你又不敢 有啦這個國安議題 中國政府有幫他想到了 好不好 就是說 還要中國政府幫他想啊 對啊 就是說美國你竟然怕說這個晶片流入中國 那我們這個中國的政府 我們禁止官員使用iPhone 以免你們的iPhone晶片流到我們 沒有啊 沒有說禁止 還是工作中 工作中 你不可以帶到office來啦 下班可以用 上班不能用 怎麼用都可以啦 所以怎麼樣 這是就是讓美國看看 就是你打壓華為 我就稍微也扒一下蘋果嗎 軟性 因為iPhone都在中國做的啊 那中國做他總不好意思 就是說自己不買 這也說不通嘛 喔 因為有那麼多 這個大陸的這個勞工要靠iPhone的裝備製造 來過日子啊 還有紅海啊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這個只是告訴你說 你覺得我的華為手機有國安問題 我也覺得你的iPhone手機有國安問題 相互挑剔 對等 對等 那你如果說會有問題 都會有問題啊 這哪是 這根本不是手機的問題好不好 是通訊系統的問題 那iPhone會不會哀哀叫 蘋果會不會哀哀叫 當然啦 會不會去給拜登施壓 你看你胡搞瞎搞害我的手機 小痛啊小痛 對啦 不過他現在要迎戰華為 因為華為聽說已經預售到1億隻 那很大的數值 所以基本上就是能不能夠量產這個問題 已經回答了 因為有人就說他是為了要生產出一隻 然後呢就用盡了權力 去把這個手機生產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 美國很多專家都拿到去拆解了 怎麼會有問題啊 拆完之後發現沒問題 可以量產 就表示量率已經到一定程度了 欸對 至少不會賠錢了 已經到這地步 但能夠賺多少錢 我們要看到時候華為的年報知道了 財報知道了 反正他也會公佈啊